早前上映的超級英雄片 奇異博士2 失控多元宇宙 以及由楊子瓊主演的奇異旅合挽救宇宙 兩套題材都與多元宇宙 Multiverse 有關 這個題材在科幻片中其實都頗常見 聽你就聽得多了 實際上你又知不知道什麼叫多元宇宙呢?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想不到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我覺得有的 有些人都常說會在第二個地方找到一個自己的樣子 有不同的平衡時空 不同的宇宙都在同時進行同一件事 只不過有不同的結果 其實你問我都不太清楚 我們有請香港大學理學院助理講師 余海峰博士來解答一下 多元宇宙的由來 其實是與我們物理學的量子力學有關的 有個科學家叫士丁格 他公開與科學家討論這個問題 那個就是很出名的士丁格丁貓的思想實驗 放一隻貓在箱裡 箱裡有些隨機放射性的物質 放毒藥出來毒死一隻貓 但是箱裡沒有窗口沒有門 我們看不到裡面發生什麼事 對於我們外面的人來說 我們不會知道牠死了沒有 所以牠會有50%的機會生存 或者50%的機會死亡 而根據量子力學理論來說 這隻貓是真真正正同時生存和同時死亡的 其實很難去理解這件事 有些科學家就嘗試不用這個方法去解釋量子力學 就說會不會實際上你的公式說的百分比 不是說這個宇宙裡的百分比 其實是說我有很多個宇宙 無限那麼多個宇宙 有50%的宇宙裡的這隻貓 牠已經被人毒死了 但是有另外的50%的宇宙裡 沒有毒死到 所以就引申到為什麼 多重宇宙這個概念會帶進去物理學的研究 如果真是有多重宇宙 如果真是要我講一個方法 是有機會穿梭到其中的話 唯一想到的就是可能需要用到 愛因斯坦的廣義相當中的一個概念 叫做蟲洞 黑洞和蟲洞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黑洞就是顧名思義 就是為什麼它是黑呢 就是因為它連光都走不掉 蟲洞就是你基本上可以想像 它對時空的扭曲程度 都是差不多極端 但是你可以穿過去之後 穿回來好像徐爾門一樣 蟲洞就是連接宇宙兩個 不同時空區域的地方 時空就是已經把空間和時間 結合在一起 我們形容宇宙不同的地點 即現代物理學很難把時間分開 我們用這個望遠鏡 看一顆很遠的星星 科學家可能告訴你幾千光年 什麼是幾千光年 其實就是光要走幾千年 才能到我們的望遠鏡 讓我們看到 即是說我們看著那顆星星的位置 我們除了看到它幾千光年 那麼遠之外 其實我們在看的時間 是幾千年前 我現在看到那顆星 我想立刻去 即是開個徐爾門 就是蟲洞 開個蟲洞 過去這顆星上面 你會是 除了穿越了幾千光年之外 你會穿越了幾千年這個時間 開蟲洞 開蟲洞 你可以回到自己的過去 見到自己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如果你殺死自己 那你就會變成一個邏輯的矛盾 因為你回到過去 你殺了以前的自己 那即是你死了 那即是你不會在未來 回到過去殺自己 那即是你沒有死 但如果你沒有死 那即是你可以在未來 回到過去 你又可以殺死自己 那即是變成一個邏輯的矛盾 如果這個宇宙真的允許時間穿梭 進去過去的時空裏面 其實不是你自己的宇宙 是第二個宇宙 只不過第二個宇宙 就跟我們的宇宙差不多 都是有你存在 但那個你就不是你 即是為何需要多重宇宙 為何不可以回去殺死自己 就是因為有邏輯的問題存在 但可能 這個都是人類 即是這麼渺小的新聞 他理解不到這個真正的宇宙的定律 所以會覺得產生這個邏輯的問題 可能沒有邏輯的問題